英俊的本阿弗莱克 一米九级的大个儿 即使在不缺帅哥的好莱坞 他也算得上是一个鹤立鸡群的人物 演员出身的小本演了不少电影 但是在别人的指挥棒下的电影 除了著名的珍珠港和爵士天节之外 很难让人想起其他值得一提的作品 作为演员 他的作品是乏善可陈 他的演技也常常遭到 美国娱乐媒体的嘲讽和诟病 有点口德的媒体对他较中肯的评价是 他作为编导比做演员更成功 或许小本本就是一个 适合自导自演的电影人 从成名大作《心灵捕手》 到导演处女作《失踪的宝贝》 再到两年前的口碑之作《城中大盗》 本阿弗莱克一次次强烈地 向人们展示着他的导演才华 一部《逃离得黑兰》 一口气同时把金球奖和奥斯卡收入囊中 尽管逃一篇的拿奖 遭到了媒体的诸多质疑和批评 但人家到底是拿奖了 所以我今天要说 本阿弗莱克是眼不忧则倒 说小本哥就一定要说一说 那部令全世界正式看到他的成名作 《心灵捕手》 也被翻译作《好人威尔航听》 1997年已经在好莱坞混迹多年 但却始终默默无闻的《本》 与他儿时的挚友 现在也是好莱坞炙手可热的实力派大明星 马特达蒙和写了剧本《心灵捕手》 并参与演出 这部他们两个人的编剧处女作 不仅获得了第70届奥斯卡的9项提名 并最终分别拿下了金球奖和奥斯卡的 最佳原著剧本奖 《少年得知》的这两个人 刚出道就登上了 卑弗里山庄的山顶 成了当年最风光的帅哥组合 那么这部作品 不仅肯定了他们两个年轻人 过人的才华 还成为他们深厚友谊的见证 两个人从此一起成名 成了影坛的好兄弟 使很多后来人一听到这两个人中 一个人的名字 就自然而然想到了另一个人 好莱坞从此多了两个 既会编又会演得精彤 如果您没有看过《心灵捕手》这部电影 我个人强烈推荐您去看一看 因为我们每个人 很多时候最看不透的恰恰就是我们自己 人往往最怕失去 也因此用一个壳把自己包起来 用谎言和伪装来对待我们身边的人 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朋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绳索 一圈一圈地把自己给绑起来 有些人乐在其中 有些人幡然醒悟 但当我们细心去捕捉 我们内心最深处最闪光的东西 去发现我们灵魂中最纯净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远离浑浑噩噩的世俗 而开始回归到人性中最美好的那片净土了 但究竟有多少人能捕捉自己的心 看清楚它 人生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也许最难的那一步呢 就是踏出自己给自己编的牢笼 在心灵捕手走红之后 本阿弗莱克受到好莱坞的青睐 先后出演了地心骇客 爵士天结沙翁情史 还有史诗电影珍珠港等等 这个时期的小本哥作为演员 并不怎么突出 电影票房表现平平 演技备受诟病 甚至一度被称为是票房毒药 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 在那段时间他内心的苦楚 有的人天生就是做演员的了 有的人天生就是做导演的了 显然小本哥是属于后者 作为一个导演的他 比做一个演员的他强太多了 在2007年 本阿弗莱克拿出了他的 真正意义上的导演处女作 《失踪的宝贝》 既然是第一次做导演拍片 那么一般都会面临缺乏经验 这样的问题 承担着非常高昂的风险 那么稍微拍得烂一些 就会被媒体四处批评 这种批评通常都会用 不成熟这三个字加以概括 让导演尴尬不已 但事实证明 小本同学非常幸运 《失踪的宝贝》充分 展现了他的导演才华 就连好莱坞向来 尖酸刻薄的评论界 也非常罕见地给了他肯定和赞誉 《失踪的宝贝》的成功 在很大程度上 应该归功于原著小说的精彩故事 和编剧的深厚功力 但同时也应该肯定 小本的导演才能 毕竟一个好故事是平面的 而如何把一个好故事讲出来 完全是靠导演的 本阿弗莱克做到了 他把一个很可能被拍成 普通类型电影的悬疑片 拍成了一部发人深思的 探讨人性的文艺片 这就注定了这部悬疑片 不会淹没在普通悬疑片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基督山伯爵》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选择就是脱离原位 投向未知 每一次的选择都是痛苦的 它将使事情向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自由发展 而做出选择的人必须承担 由此而引发的一切连锁反应 无疑本阿弗莱克担当住了 也选择对了 接下来时间走到了2010年 本阿弗莱克当年推出了 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 城中大道 The Town 这是一部关于银行大道和警匪之间周旋对抗的电影 本阿弗莱克给这个题材 并不新鲜的电影注入了不少的活力 片中的每一个矛盾都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既表达出了相应的人物情绪 又没有陷入过度诠释而导致的矫情状态 属于同类型电影中的佼佼者 它弱化了劫匪的社会危害性 转而探讨他们内心世界的悲怆和无奈 城中大道之所以能够获得超高的口碑赞养 是因为它所呈现出了一种另类的边缘生活态度 以及妄图摆脱却身不由己的纠结宿命 它把一个关于反社会题材的黑色电影 整次的跌宕起伏光芒四射 说实话我本人很不满意 城中大道这个片名的中文翻译 因为这不是一部一般意义的警匪片 它的英文名字叫做The Tongue 可以说The Tongue让人感觉到 小本哥已经开始接近最巅峰的状态 这部电影有大片的气质 有文艺片的神韵 节奏的舒缓快慢把握的近乎完美 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改变出生的贫富贵贱 但是能够决定在之后漫长的命运的走向 牢笼 镣铐等各种束缚必定会有 是安于天意听命他人 还是发愤图强自力更生 这个错综复杂的难题 也是The Tongue带给我们的终极考问 如果说心灵捕手证明了 小本哥的编剧能力 失踪的宝贝证明了他有导演能力 那么城中大道则证明了 他确实具有导演才华 说到这我发现这家伙有了点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影子 眼不由则倒的本阿弗莱克 越倒越起劲 在2012年的《逃离德黑兰》 让他达到了他电影人生的巅峰 现在外界对他的评价是 小本哥是好莱坞最具才华的年轻演员之一 也是最具才华的年轻编剧之一 此外他还是好莱坞最具才华的年轻导演之一 这些夸他的句式排列下来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他已经成了好莱坞新盛代电影中的 全能冠军